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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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好者 走日的時候 都有這麼多焦慮 是 加上這次 加上這次 如果現在 有些這樣的 你怎麼去給他們意見 這次 其實香港也不止 大半年來有不同的衝擊 所以真的做生意那一班 是很難捱的 差不多最後一條和港草摘下來 就倒下了 你看到很多都是很辛苦 但我經常都是那句 當然有很多客人來問 不同的環境之下 不會有困難 當年 譬如八四年 中央 大家談不妥 大祥福人跌一跌 已經很多人很頭痕 接著到 大家九七年移民 移民之後 2000年的科網股 97年的金融風暴 其實每一個關口 都會有一堆人 在這個位置 是真的未必過得到的 在他們自己的心想 都會來問的 那段時間都會有很多人來問 譬如 97的時間 問是否移民 金融風暴的時間 有些人拿著很多樓 問怎麼辦 香港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 總之 錢解決到的問題 我經常都跟客人說 真的不是一個問題 你最怕 有時真的聽到客人說 健康有問題 那些就真正是大問題 如果我經常都覺得錢不見了 終有一天找得回 今天環境不好 你樓本事不見的東西 我都覺得有得找得回 因為你已經找過了 其實經驗就告訴你 你已經曾經擁有過 你當日做得到 你往後都會做到 所以不用擔心 只要你仍然是身體健康 就一定會回到你的東西 是啊 這是一個很好的角度 我再加一點 不要經常覺得自己 那時候 年輕人找到 我現在年紀大了 世界不同 這些 有時我都會覺得 我會認為是藉口 是的 你便要去迎合 現在的時勢 要肯變 是的 肯變 如果當日 無端端 他怎麼會去同龍夫唱首歌 是的 我始終都是一個 別人叫我做師傅 我有自己的地位 尊嚴 突然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你要肯變 那你便開拓了另一個世界 也是的 因為當日 我都記得 我去Rap的時間 忽然間 勁歌金庫就叫我去 那些行家 很多時覺得 我怪怪的 因為你走得太前 你走得太前的時間 人家就覺得你 都不知道什麼人 覺得你喜歡出風頭 有什麼都好 但我從來不理會人家怎麼看 我都是我自己很享受 很開心 就行了 我很記得有些行家 又打電話來說 哎呀 他們說坐在那 看看你怎麼走音 我說是否認識 Rap是不會走音的 哈哈哈哈 是最多粒拍子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最近 他們說 是不是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最近 我們又和Bob在那邊亂玩 對呀 Bob又是 阿Bob其實是傻了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想到是怎樣 問題是我們太認真 我們又是導演打電話來說 喂 師傅 我想跟你 你宣傳一下那一套 你和Bob唱吧 我說導演不是很認識 我就是可以的 到時候 那我就這樣說 可以了可以了 那時候我還要那個人 那時候連美飛來飛去 又沒有時間 去家裡練歌也好 都沒有 遙遠就不要理了 就找了別人的原唱者 老師 很厲害 Christina Christina老師 我又交完學費 就說 我在大陸 我在某個酒店 我和你用Skybee上課 教這樣 老師就說 對呀 你拉拉跟聲一把聲 哦哦哦哦 哦哦哦 喝了很久 還沒唱這首歌 然後差不多一個小時 還沒開始 我說老師也要練一練 這首歌 我那裡不太能唱 很容易 我教你一次 你聽著 這樣 誰知道網絡就倒了 過半小時又上完了 跌了六千元 我仍然是不太能學到 嘩 很貴的 人家原創唱 老師很厲害 我真壞 不關他事 然後回來 一落機又說唱 我見到 Bob就說 我和那些女兒唱了幾次 他們說 好聽 我說你個人這樣 我找了老師 其實我們倆都是留 然後一唱唱 唱到亂了 第一集 他說其實錄影 可以唱多幾次 我說十點多 我說你看彈琴那些 幾眼睡 你再嘗嘗來幾次 打你 快點吧 我唱不到那些 就剪了 我們中間 你一句我一句 要答應我 是亂唱的 大家知道嗎 亂了 然後出來 其實我們很出力地唱 我就用了十二生肖的演繹法 就好像說話那樣 他就用了勵志的形式去唱 接著洗了板 當晚已經 我又在其他地方 他說 你有沒有收到 我說無論是由加拿大 美國 自小認識的同學 都送一次來 我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唱得很差嗎 他說是啦 不是很差 我說 我們應該雖在太認真 算了 就是這樣 人生就是這樣 人家其實後面那些唱得很好的 沒有人理會 是很X 我們當日不覺得 我們覺得 幾好幾激情 本來還複雜 師傅 我們要玩一點點 我們好像很恩愛 我們一大件事 不見過 然後你就抓住我的手 然後我手 按住你心口 你找笨 當我是沈嗎 你也發出的 不是心口 頸對落 我說行行行行行行 到時才算 記得了 誰知當然是全部都忘記了 到最後一刻就不古怪 其實就是因為這樣來的 所以大家覺得你們倆是否是慈善演出 以為是弄古人 看看下面有沒有籌款 所以我們一輩子做事就是這樣 其實本來是很認真和很出心去做 只不過是效果有少許搞笑 這位朋友對我來說都是眼界大開 很有趣的 孟玲玲 認識她就叫做師傅 但是其實她的才能又是 又可以拍戲 那件事和一個師傅坐在這裏 是兩回事 但是他那個很正確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去你那裏和你談一次 無論是否問前程也好 都其實很得著地離開 有些客戶跟我說的 譬如他們有時去找其他師傅 我覺得出得來賺錢的師傅 技術水平 我不敢說自己厲害 都原則上差不多 等於你去看醫生 當然沒有師傅有專科 但是presentation是重要的 等於你去做電台節目 和你說話出來的態度 他們就說我是比較開心 他來到其實放下了一個困難 開心心出去 這個也是我的心願 我覺得我起碼解到你的心結 如果不是你冤口冤面進來 你又再更冤口冤面出去 我就真的不安樂 因為我師傅第一個教我的時間 初初跟我說的時間 他說我們做得完學這行 我們不要嚇人 因為你嚇他他會很害怕 他會很焦慮 有時候我們覺得閒話一句 我現在才能領略 年紀大了 我們以前譬如 一來的人算命 其實來得算命的 你想一下我們 醫生是徘徊在生死之間 今天見到這個病人好好的 下次可能掛了腦襯 所以他們對生死看得很淡 我們是徘徊在結婚和離婚之間 每個人來都是問感情 老公包以拉那些 我通常左手這個位置有合紙巾 一定是這樣拿出來給我 每天都有這個動作 因為女兒每個人來到都哭到周遊丙 因為她老公有兒子 我們就看得很淡的事情 就說 你的命應該離婚 可能他 但原來在他的感受來講 可能他很大件事 我們就覺得 哎呀來來來合合日 都有的 現在我才會明白 有時候有些人 他初初 可能結婚了一陣 但他很焦慮 如果你告訴他 他會離婚的話 他真的會很不開心 但當然我們也要 可能現在我就學會了 用不同的角度 告訴你 譬如我叫你不要不做事 不要繞了手 只是等老公養 但其實是人的想法問題 我自己覺得 是不是離婚一定是壞 不是 其實我原意也不是這樣的 我也見有些客人 嫁幾雲 越嫁越好 真的有的 他當日我跟他說離婚 他傷心得不得了 今時今日他再回頭嫁了 開心得不得了 都有 所以人生真的不到你所說 我們先不要把他想到一定是差 我經常都說 很差 和很好的事情 很難發生的 只有幾個% 大部分在中間 我們不要每次想到最壞 當然很好的 未必有自己的份 和中立彩一樣 你小時候又來到 又很樂觀 師傅 我可不可以嫁個又帥子 又有錢 又對我好的 其實六合彩都有人中 我女兒問的 我女兒問的 我自己覺得平平安安 開開心心 已經很足夠 你發覺我和寧寧師傅 談了這麼久 我沒有問過他一句 這個疫症到底是 什麼不對 六合什麼不對 什麼時候會好 我沒有問過 我只是通過剛才說的一大段 我希望可以把這個正能量 他的正能量 散發出來給你們 讓你們感受 大家已經坐在這裡很悶 你看到健康蛋 找了馬鈴鐺 散發了正能量給你 我也叫做了一些功德 不是無量 但也做了一些功德 就是他散發了正能量 你都開心了 那十多分鐘 沒有理由剛才這樣和我們聊天 你會哭吧 不會吧 大哥 所以我盡量 會把我們這些 這麼好的 這麼正面的朋友出來 去和大家一起分享 然後希望你們 看了之後 再將 介紹一下 看看馬鈴鐺 他那段 讓大家在這麼焦慮的情況之下 可以輕鬆很多 可以放下那種 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不用戴口罩的心情 好嗎 玲玲師傅 和我呼籲 叫大家訂閱健康蛋 一定要訂閱健康蛋 為什麼呢 因為訂閱健康蛋之後 你以後都會很好運 你明白嗎 這是用回師傅的說法 一定要訂閱 今年的榴槤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訂閱健康蛋 這樣就要聽了 多謝 多謝 多謝